今夜星光灿烂 八月的中国洋溢着如火的热情 经过七年的耐心等待 2008年8月8日晚八时 第二十九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如期举行 为了保障当晚活动不受天气影响 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104枚增予火箭将雨留在了北京的周边地区 成功阻击了逼近北京的雨云 七年前当中国人把申办报告交给国际奥运会的时候 就把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的承诺交给了实际 这一晚中国人用创新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呢 实验室里 这个药还是比较安全的 压住这些 准备好了 准备上去 减化银教育最主要的工作是 让减化银在高温下会发生减化银分子 减化银分子的数量越多 它们形成的人工精和的数量也会越多 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让人工精和的数量更多一些 用点化银做催化剂 吸收云层中的水分 形成降雨 防薄的效果 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从1946年 人类首次用飞机播撒干冰的方式 干预天气取得成功 此后70多年间 世界上先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参与了此项研究 中国浮原辽阔 但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 且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局面 因此干旱就成为中国必须长期面对的主要气象灾害 寻找新的水资源研究也从地面转向了天空 通过长期的监测 人们惊异地发现 中国空中云水资源可开发潜力 竟然高达每年2800亿吨 这相当于七个三峡水库容量的总和 如何利用空中水库丰富的水资源 成为气象专家们研究和试验的主要方向 1958年 中国在吉林省首次实施人工增与作业 拉开了中国人工影响天气的序幕 就是针对这个人工影响天气的技术呢 这个很早就久有 但是最早呢主要是用炮弹来 这个实现它这个增与和防爆功能的 因为受它的这个弹的提及的限制呢 它的这个增与的功能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中国人已经提出一种高效增与的这种技术需求 杨正才 中国兵器特种能源集团庆华公司总工程师 作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探索发展的亲历者 他见证了集团企业军转民 军民结合再到军民融合的不平凡历程 1996年进厂的时候工厂是很艰难的 当时就是大概一年前三个月工资吧 但是当时好一些 我在研究说好一些 就是对这个科研人员工厂是按时给发的 但是工资都很低 关系也没什么活干 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 成为当时许多兵工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出路似乎只有一个 那就是接受来自市场的挑战 而这对于习惯了计划经济条件下 靠上级安排生产指标的兵工企业 无疑是一次艰难的蛻变 就是我们在军品方面 就相对来说在行业来说 就是琴华公司在军品 军用这个货工品市场和研发器材市场 技术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 经过几十年的沉淀 并且最早就做了一些军民融合的产品 如何才能找到一条 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道路 成为当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第一次试水的缩影 庆华公司开发民用产品的热情非常高涨 从家用电器到百姓的吃穿用度 五花八门一应俱全 然而由于缺乏对市场的认知 产品的生命周期被大大缩短 企业在红火了一阵之后 再次陷入到危机之中 危机犹如一剂苦涩 但能治病的良药 它让企业重新思考和审视自己 此时作为专业领域极强的兵工类企业 要想利用行业优势去发展民用产品 其实留下的空间已经极其微小 企业确确确实是很艰难 就艰难的大家感觉到有机会都想抓 有机会都想抓 有机会都想试 实际我们干了很多 就是庆华公司干了很多 完全垮端业的项目 实际增业胆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抓弹走 撤离 就现在传统用的这种蒸鱼弹 它主要是从行业的角度说 它叫线波萨 就是在货箭的飞的过程中 它往往喷这种蒸鱼剂 因此它形成的就是一条线 这个时候它的波萨效率不高 而我们高效蒸鱼 就希望有一种立体效果 准备开始 三 二 一 发火 喂 完了 好了 时间请准 不正常 试验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 测试结果并不理想 无犯间隙 大家都失去了以往说笑的尽头 刘永德一个人坐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默默地想着心事 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我一个母弹 可以带这个很多的子弹 扩大这个打击效果 但作为咱们增于火箭弹来说 我通过这个波萨这个子弹 让这个催化剂就是人工精核 在空间分布的更广 更大一些 在这里面就要求这个子弹 几次出来 然后再出来 然后再出来 就这样一排一排的出来 我们最早设计是六排子弹 一共是36个子弹 利用子母弹技术 改变原先增于火箭 线性波萨低效能 正是这种以军品技术 融合到民品开发中的巧妙构思 让庆华公司抓住这次 可以改变企业命运的机会 尤其是我们这个企业 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技术 就是技术创新 用技术创新去赢得市场份额 这是总工程师杨正才 在赢得这次发展良机时 给研发团队定下的目标 从第一代 第二代增与防保火箭的成功开发 到目前第三代 智能化增与防保火箭的研发 每一次创新都意味着 艰辛和付出 他一个火箭发射架上 一次装四发火箭弹 打极发火箭弹 那正常 它正常飞出有点波散 打极发火箭弹 它也正常了 心里还是比较高兴的 但是紧接着就发现 那个发射架上 叭叭就开始打开了 叫到那个 把场旁边的那个草堆里 到草的剪头 但是杨络特在 超发火箭 增与防保火箭作业系统的研制 是一项技术复杂的工程 在某些特定领域 其研制难度超过了战术火箭 为了第三代智能增与火箭的研发 公司先后研制出 许多试验器材和生产设备 投入的人力和财力难以估量 开始 而几个月前 那次并不成功的火箭发射实验 让研发组每一位技术人员 都倍感压力 这个原因必须查清楚 究竟是出在什么地方 这个时候就总体给我们压力就很大 因为这个开发了好几年 终于可以出产品了 但这个时候又出这么一个事情 先进的高精尖技术靠花钱买过来 经验的摸索 学习 只能靠自己 通过对故障火箭的解剖分析 科研小组有针对性的调整产品结构 用集成控制解决了设计中的缺陷 几十种成本更低 药效更为突出的新的药剂配方 已经初步定型试验 与此同时 与火箭发射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零部件 也被重新定义生产 林南 庆华公司近千名技术加工工人中的一员 现在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将长度仅为2.2毫米的微小部件 嵌入仪表车床的卡槽内 再用刀具进行切割 林南需要在误差只有十分之一的头发丝间 寻找最佳的切口位置 这考验的是眼力和耐心 更是人与机器的高度默契配合 对医疗车床一定要非常熟悉 然后你操作的时候 这个尺寸精度一定要把控好 一天800个合格品 每天8小时 20年的经验积累 他们精通各种细小的部件雕刻 而废品率却不足千分之一 这是中国兵工87年积累的工业体系 锻造出的军工品质 火炸药的研发和生产 一直被视为是一项极其危险的领域 其生产更是与其他行业天差地别 为了能更为直观地感受到 火工品的生产状况 设置组向企业提出进入火箭生产的 核心车间拍摄的请求 由于考虑到火炸药对电磁信号的敏感性 也是处于对设置组安全的负责 经过多次协商 厂方终于答应有条件的开放绿灯 当生产车间轰鸣的机器逐一停歇 所有工作人员撤离后 在技术员王关友的引领下 设置组成员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 走进了这个未知的世界 我们进入的区域是我们的生产区域 也是生产药剂的危险区域 我们墙有一米厚 是钢筋水泥依次胶筑冲行的 抗爆等级非常高 我们的机面是静件自流瓶机面 能够防止静件 你看我们的工艺间 我们的工艺间的钢架门是20毫米厚 它的设计抗爆等级是 5公斤轻易器 我们生产区域的门和窗户都非常密 门设计的时候是10米一个 看我们的窗户 非常高大 还没有防护栏 这个窗户设计得非常激 这就是为了在万一发生燃爆事故的时候 便于工人及时地逃生 特殊的建筑结构 高等级的防护装置 甚至是门窗的设计 这让人不难想象 他们在驯服火炸药的过程中 曾经历过种种危机 对第三代增与防堡火箭的改进实验 依旧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进行 这一次 刘永德将试验的焦点 放在了火箭播撒器的效能上 从六发六排子弹 增加到六发八排子弹的构想 由来已久 刘永德的这次大胆创新 得到总工程师杨正才的支持 现在执行这次试验任务的 依旧是由刘永德亲自挑选的 精兵强将 两台用于记录试验过程的 高速摄影机 被架设在最佳位置 一号机系统调试完毕 二号机系统调试完毕 我们已经撤离 随着工作人员撤离口令的发出 倒计时开始 三 二 一 开机 正常的话它应该是每隔 二点七秒 左右一次 就打出一排这个子弹出来 二 三 也战斗时序 就开始打开了 四 五 心里还是比较高兴的 六 一 三 好 成功了 以创新为创业思路 虽然前途充满着生死未步 但却是企业发展强大的唯一出路 初夏的五月 正是农作物风涨的季节 依照总工程师杨正才的要求 对第三代增与防保火箭的改进测试 必须在下收之前结束 陕西省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指挥中心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就承担起陕西全境人工影响天气的研究 规划和指挥作业 其科研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众多专家正在密切关注着天空云层的变化 随时为这次实验提供第一手气象咨询 有关人工影响天气所使用的各种化学制剂 是否会对人和自然造成危害 气象专家梁谷给出了答案 陕西进行人工影响天气 已经从59年开始到今年当中从无间断过 我们也对于是经常进行像人工争雨啊 人工防堡区域进行土壤的采样 这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立场 实施人工降雨并非可以随心所欲 云是雨水产生的基础条件 大气中的云层厚度 往往是决定人工降雨成败的关键 现在有关新一代增与防保火箭的 所有产品组件被秘密运往几十公里外 在那里产品将通过最后的严格测试 并被组装成火箭真正的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层在西安上空开始不断叠加和削弱 这一过程令总工程师杨正才实习实忧 设置所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煎熬着 直到一天深夜接到第二天一早出发的同志 所有人都似乎从中体会到一种释放的畅快 现在我们研发新的这种释放的方式 同时就说就是你来多少云 我给你多少云 小刘 看今天我们希望就是 最好是把30%全降下来 是吧 行行行明白了 好好好 一小时后 当杨正才驱车赶到发射现场 提前到达的技术人员 已经在做火箭发射前的最后准备 这是一处试验人员非常熟悉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曾经积累下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能否抓住天空云层变化 实施人工降雨 作业 时间和时机 都是关键 现场组装调试 只用了短短13分钟就已准备就绪 随着第一发火箭被平稳地放在发射架上 新一代增与防保火箭 开始接受它的第一次终极考核 充电好了 如意桌 三 二 一 发射 紧接着 第二发火箭也顺利升空 从检测的数据看 一切都似乎朝着预想的方案推进 时间在一分一秒钟过去 紧接着第三发 第四发火箭依旧顺利发射升空 人们在等待中发现 天空开始出现了变化 当第五发 第六发火箭跃入云层后不久 大家的目光还聚焦在云端时 总工程师杨正才却一个人在堤坝下躲起步来 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有了某种预感 三 二 一 发射 发射 当最后两发火箭顺利升空后不久 强烈的阳光已经直接投射在大家的身上 在场的所有试验人员 掩望空中被火箭掏出的巨大窟窿 沉默不渝 别拍 别拍了 杨总 咱们今天这个实验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和我们的初衷 差距挺大 是什么原因 我刚才看你心情很坏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没有料到是这么一个结果 目前以你的经验来分析 这应该是什么原因 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得到的数据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现在不是特别能说清楚 我倒有一种感受 这个本身会不会 比如说让你也思考 就是说我们以后能不能再开发一种新的产品 比如说这就是说消云的 植雨的 比如说现在中国南方这几年 这种水道灾害也很多 这个我觉得按现在看这个情况 可能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就是在它云形成初期 如果我们进行这种作业的话 有可能就把云层打散了 但这些需要 可能下一步需要做一些整体性的 这个研证实验 看看是不是有这种效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真的对这个人工影响天气 尤其对天气的改变 有了更多的这种控制措施 创新意味着成长 失败并不意味着一无所获 中国是今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 规模最大的国家 有关人工影响天气技术 尤其是人工影响天气火箭技术的发展 已处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人类对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 一种更为环保的纸质可提火箭 也在研制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就在节目即将播出之际 从中国兵器特种能源集团 庆华公司传来喜讯 第三代增与防保火箭经过调试 终于在近日约与成功 人工影响天气技术的每一次升级 都让这些中国兵工年轻人成长 他们是技术创新主战场上的中坚力量 是中国由制造大国 迈向制造强国的加速引擎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